校门可出现好几台救护车 学生躺在单架上 紧急送医治疗 就是因为台北市东湖国小 16号爆发以外 站上去的时候本来就很晃 在唱歌的时候就突然倒下去 是会有一点紧张 就一般扭伤而已 对 要再回诊 学生和家长都心有余悸 事发的礼堂暂停幕前 部分立在舞台旁 部分平放在地 校方表示因为17号 就是台北市音乐比赛 老师带着合唱团 约40位学生加紧练习 没想到学生在高一公尺 左右的站梯上移动 造成两边不平衡倾斜 往其中一边倒 让其中10位女学生 重心不稳摔下受上送医 那没有舞台倒塌的情形 所以我想我要在这里 郑重说明 那是由于我们舞台上面的 三层四的阶梯降 学生在练习的时候 他们需要移动 所以在移动的时候就造成 我们那个价值的倾斜 校方表示舞台价才购买 四五年左右 外观正常会再采购新设备 避免有状况发生 而这10名学生虽然意识清醒 但有喊痛出现手麻的状况 校长也赶往医院探视关心 医师表示这些学童 年龄落在10到11岁 有局部擦措伤 截至16号下午5点前 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的 六名学童 以全数由家长带回休养 四名在三军总医院的学童 留置急诊室观察中 如果没其他状况 可办理出院 本来是午休时间 为了隔天的比赛 学生努力练习 没想到出意外 至于合唱团 是否会正常出赛 校房还无法确定 会以孩子的安全为优先 TVBS新闻 刘雨萱 SNS小组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